救救流浪的河口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占来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中华德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夫人到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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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酒啊 好喝酒啊 来 喝酒 我的酒啊 我的酒 可惜了 可惜了 好酒啊 对酒耽搁 人生几何 何以解忧 唯有 渡康 怎么还不回来啊 好酒啊 你这个死老头子 又去买酒喝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快点 什么时候啊 早晨 和你说不明白 咱们赶快走了 走 去哪儿啊 去你外甥家 你是说这震儿 她不是到京城了吗 你就快点去得了 好好好 你 你在这等着 我进去看看 看看你娘怎么还 还没出来 这可应该差不多了 吓死我了 你 你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你没长心眼啊 侄媳妇大老远的从京城回来 肯定要带很多好东西给咱们 我用这个好包回来啊 你怎么 怎么这样啊 我哪样了呀 好了 快走吧 去晚了好东西都给别人分了 我就说来晚了嘛 叔叔 婶婶 快请坐 我 婶媳妇 你不是来请我们喝茶的吧 我们前院的赵三家 儿子到朝里当了大官 那可真是鸡犬升天 亲戚都跟着张官呢 他 婶子 话可不能这么说 当官也不容易 孩子刚到京城处处要花银子 想必也不宽裕 能回来看看咱们 我这把老骨头也就知足了 人不忘本就好 娘 您不是说来这里有好吃的吗 哪儿呢 小翠 点心做好了吗 夫人 我去拿 算了 我们这穷肚子 可吃不了御史夫人的点心 咱们走 来 小弟 快吃吧 好吃 吃什么吃 跟我回家 婶婶 您先别急 听我说 我这次回来不是不带礼物 而是想把你们接到京城里和我们一起住 什么 接到京城 我就说嘛 执媳妇可不是那种留亲不认的人 如果你们愿意跟我到京城 咱们三天后就启程 家里的土地可以租赁出去 租金你们自己留着 到京城的一切开销 都由我们来负担 执媳妇 我们愿意去 姑奶奶 您呢 我这把老骨头去了 除了给你们添麻烦 还能做什么呢 姑奶奶 能伺候您就是我们的福气 何况您是咱们宗族里年纪最大的长者 母亲还把您当主心骨了 您要不去 我回去没法和母亲交代 那我可就赖在这里不走了 怎么说 我还一定要去了 是啊 好 那我就跟孙媳妇去了 谢谢姑奶奶赏脸 舅舅舅妈 您们的意思 唐妹可愿意去 唐妹可愿意去 没想到这里也有这样的桃帘呢 姑奶奶 咱们家在京城城西有好几倾田地呢 您要喜欢可以多种点果树 好啊 到了京城咱们大家一起种树 种树 我可没这兴致 还以为到了京城能下点清福呢 谁知道还得干活 她沈子 你还当真以为让你种树呢 这要是侄儿在该多好啊 是啊 她先走一步 别向我不管了 咱们不说那些了 侄媳妇 你也算有福啊 儿子孝顺 媳妇贤淺淑 是啊 是啊 姑奶奶老夫人请喝茶 小翠 小翠 怎么了 没事儿 夫人 是不小心烫了一下 哎呀 这都怪我 气泡了 还疼吗 回夫人 好多了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这边有我呢 谢谢夫人 孙媳妇 你怎么知道用蜂蜜能止烫伤呢 姑奶奶 是我娘教我的 我姥姥教给娘很多民间偏方 我娘又教给我 这孩子也是聪慧得很 母亲过奖了 您先陪姑奶奶坐着 我去看看婶婶 去吧 婶婶 婶婶 听说您有点着凉 我给您煮了一碗姜汤 您趁热喝了 暖暖身子 嗯 放桌子上吧 叔叔要不要也来一碗 谢 谢侄媳妇 我 我不渴 那婶婶您慢慢喝 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 婶婶还有什么吩咐吗 姜汤放糖了吗 没有糖我可是喝不下去的 不知道婶婶是否喜欢吃糖 所以没放 婶婶 我这就去拿 这还差不多 你别 别以老卖老 难 难为植媳妇了 好不 难为 这算什么难为呀 难道植媳妇伺候伺候婶婶不应该吗 我 说 说不过你 不 不和你说了 儿子呢 儿子哪去了 和孩子 孩子们出去玩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姓蓝 姓蓝 这名字真好听 我叫纸和 你几岁了 我六岁了 我八岁了 你得叫我姐姐 纸和姐姐 你也得叫我姐姐 你也八岁吗 不 我六岁 可我生日一定比你大 我是二月出生的 我是六月的 我娘说我是性子熟了的时候出生的 所以你要叫我姐姐 因为我比你大 为什么呢 我娘说六比二大 不对 是二比六大 姓蓝 谁先出生谁就是姐姐 所以你是妹妹 姐姐 我才不要你做妹妹呢 看你那笨手笨脚的样子 凌峰 你忘了娘的话了吗 不许笑话别人 我去拿风筝 咱们放风筝去吧 凌峰姐姐不喜欢我 姓蓝 你别难过 她不是不喜欢你 只是还不熟悉 再说 还有我呢 姐姐 走 咱们放风筝去 哦 姓蓝 咱们一起去 我也去 不 你傻头傻脑的 你和姓蓝都不许去 哼 谁说不许去的 娘 大舅妈 早上 我也想去 你们都跟我来 哇 这么多好看的花 你们说 这花园美不美 美 你们都觉得花园美 正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花 装点着美丽的花园 每种花都以自己的美带给我们快乐 咱们的大家庭就是一个大花园 只有和睦相处 这个大花园才能更美丽 你们说是不是 是 凌峰 你说呢 娘 我知错了 凌峰 你的小叔叔小时候本来很聪明 但是因为生过一场病 所以现在看起来有点和你们不同 但是她憨厚善良 又是你的长辈 今后要尊敬才是 醒来是你的妹妹 更要多多爱护 娘 我知道了 那好 你们一起去放风筝去吧 是 姐 嫂子 醒来睡着了 妹妹还没睡呢 嫂子 您坐 妹妹来这里可还习惯 嫂子 这里一切都很好 只是给嫂子添麻烦了 妹妹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有什么需要尽管和嫂子说 我给姓蓝拿了几件衣服 姓蓝和凌峰童年 身材又差不多 这几件衣服都是新的 给姓蓝穿吧 嫂子 这 妹妹就别客气了 小女不懂事 以后我会多教育她的 时间不早了 妹妹也早点休息吧 我回去了 嫂子 嗯 妹妹可还需要什么 哦 不 没有了 走 天啊 货君 哦 夫人才忙完 刚从唐妹那里过来 唐妹也真是命苦 这么年轻就死了丈夫 无依无靠的 是啊 姑奶奶年岁也大了 舅舅中年丧子 叔叔家的儿子又 可咱们家凌峰 对小叔叔不够尊敬 而且还欺负姓蓝 哦 有这回事 明天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她 夫君莫生气 我已经批评过她了 我每日忙于公事 亲族们的事情 让夫人多受累了 夫君不要这么说 这都是为妻应该做的 对了 夫君最近可有好诗文 这里倒是有诗人礼仪的一首 柳花飞入正行舟 莫隐灵花信碧流 闻道风光满阳子 天琴贡上望香楼 好诗 闲情意志中 隐含着思乡的落寞 真是妙极 夫君当多多结交这样 与您志同道合的良师一友 夫人真是名大义 实大体啊 夫君 为妻还有事与您相伤呢 哦 我想从明天起 开始教小弟和杏兰读书十字 也让纸和凌峰 跟着继续学习 嗯 好主意 那就辛苦夫人了 我会尽力的 小弟 姓兰 从今天起 我开始教你们读书十字 大舅妈是真的吗 我也可以读书十字 当然是真的啦 我以为只有有钱人和当官家的孩子才能读书十字呢 原来我也可以 文字本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并且人不是因为出身而高贵 而是因为行为而高贵 如果行为不端正 那么即使出身在帝王之家 又和小偷 强盗 有什么区别呢 你们看 这就是人字 哦 这就是人字 这么简单 是啊 这就是人字 写起来简单 可做起来却不简单呢 星兰 怎么了 我最不喜欢阴雨天了 我喜欢太阳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不高兴啊 星兰 我问你 你说什么能把太阳遮住 是乌云 那如何驱散乌云呢 风 是风 要是有大风 就会把乌云给吹跑了 对 可如果没有风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谁知道 你的心呢 我的心 我的心在肚子里呢 星兰 乌云可以遮住太阳 但是遮不住你的心 如果你的心在乌云之上 那么天空永远是碧蓝的 嗯 我好像明白了 你往哪儿跑 还不快给我 好脚啊 站住 母亲 这究竟怎么回事 你舅舅的酒饮又犯了 喝多了就闹事 你婶婶嫌烦 就到我这里来诉苦 可我有什么法子呢 我救这一个弟弟 又怎么忍心斥责他呢 母亲 母亲 最好是能设法帮助舅舅借酒 借酒 谈何容易啊 嗯 舅舅平时有没有特别的爱好 特别的爱好 我想想 除了喝酒 对 他小时候特别喜欢下棋 我倒有个法子 在舅舅九眼饭来的时候 可以分散舅舅的注意力 好 哈哈哈哈 爹 娘 你们还好吗 亲族们总算都安顿下来了 孩子们都很健康 活泼 老人们虽然有时候很爱挑毛病 但他们可爱得像个孩子 只要大家能和睦相处 女儿怎么付出都值得 爹 娘 请原谅女儿不能心下尽孝 爹 娘 为什么要乱去 爹 娘 爹 娘 跑 的 爹 娘 不能心下尽孝 爹 爹 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零一二 零零一 二零五 六六六 零一二 零零一 二零五 六六六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供香 粉 药供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2022 台湾佛教僧且终身教育学会举办 僧侣善巧助人系列线上课程 课程期间 3月7日至6月27日 每周一晚上7点至8点半 报名对象献佛教僧众 每堂献60名 费用由学会供养 报名日期 即日起至每堂课前一周 额满为止 报名方式 网络报名 www.absle.org 写线 trainng 课程内容 详见官网 恰学电话 022-2747-8687 022-2747-8687 台湾佛教僧且终身教育学会 苏山长老 各位法师 各位菩萨 各位信众大家好 阿弥陀佛 首先感谢生命电视台 让我有这个机会 透过电视台的网路平台 来向大家祝福新的一年 那同时也在这里跟各位报告 墨学是在台北荣云市 在107年接任了荣云市之后 那因为荣云市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是在过去弦顿老和尚 那弦顿老和尚 在他的年代是跟白圣长老一起 在台湾佛教奉献付出 那弦顿老和尚呢 本来在民国56年就有心要重建荣云市 但因为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 因此一直延误到现在 那墨学明来 在接任荣云市之后 也真的看到荣云市 我们的身中年纪都很大 在这个空间条件都非常差的情况之下 感觉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也很老旧 那为了能够重建呢 就配合政府的维老都根 我们非常庆幸三宝的加持 大家的帮忙之下 我们已经取得了维老都根的重建计划 也取得了建造 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工 那当然在这段时间物价波动 那经费呢非常的庞大 那在此透过网路电视台 来向各位法师 来向各位信众联友 来请求大家来扶持荣云市 来赞助荣云市的重建 荣云市的重建 将来是在台北市 一个都会区的道场 希望透过十方信众 还有各位法师的加持 让我们的经费能够更充足 让荣云市的重建 能够早日的完成 因为现在在法规上取得了建造 我们荣云市必须在三十一个月 也就是两年半的时间 要必须完成 但是因为物价波动特别的大 这对我而言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在此 透过我们神明电视台 来给我这个机会 来向大家说明 来向各位珠山长老 法师来报告 也来祈求大家 来帮忙我们荣云市 让荣云市的重建 早日完成 让我们的身众 让我们的信众 都能够在荣云市 好好的用功办到 再次墨学 再次的来恳请十方信众 还有我们珠山长老 来给我帮忙 来给我加持 来给我美心 这个在经费上 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确实在这段时间 阿伯也很大 因为中间 荣云市已经拆除了 但现在要重建 也势必要完成 但是开始经费 很欠缺 希望各位信众 跟我们赌三天 让我们资解力 完成荣云市的重建 在这里再次 感谢各位法师 各位年利的佛祺 感谢各位 祝大家发丽穹万 阿弥陀佛 那么灭除一切有违法 即种种迷幻 定解微得生如来 那么灭除一切有违法 即种种迷幻 定解微得生如来 念诵一遍 能及身成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